Hello大家好,我是小池 今天一个网友寄了一块电动板过来 让我给他看一下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电源板 我们看能不能把它给修一下 他在把这个里面的元件都寄过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看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电动板的结构 首先这是220 进来之后通过保选 然后通过电容线圈 绿布干扰之后 加到整流桥 4个耳机关组织的整流桥 整流通过大电容滤波之后 加到开弯管 再经过启动电阻 加到3842 它这是一个3842系列的震荡芯片 那么这个电路我们之前也讲的多 所以说这边就具体不细讲了 那么他说的故障就是说 电路一输出 有正6幅输出 然后没有负5幅输出 那么由于开弯电源 它都是从一个变压器上面输出去的 那么如果有一路电压输出正常的话 那么我们另外一路的话 问题就很简单 就在这一块 你看的话 这个二级管是正6幅输出 那么这个二级管它是反击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负电压输出 那么这个负电压输出 因为由于它这个正6幅正常 那么所谓说这个反馈电路这一块 我们也不用查 我们就主要查这几个元件 刚才这几个元件我查了一下 就这一个二级管 这个电容肯定应该影响不大 就查了这一个二级管 二级管是没有损坏 然后这个东西 昨天那个网友说他自己换过的 还是没有输出 那么我们就不怀疑这个东西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反面 这个反面是它修了 大家可以看修到这个 到处都焊过了 然后他拿了一张纸条过来 来说了一下 这里不是有一个插线吗 这个插线的接口 这个插线接口的定义 红色是12幅 再两个6幅 再是两个D 再是一个-5幅 也就是说这个-5幅 这一根线是没有输出的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这个我们用这个封名档 大家听一下 看这个-5幅和这个三段纹压输出角 是不是相通的 大家听听到吧 这个封名档的叫 这是相通的 那就说明这个-5幅 直接从这里输出 那么如果没有-5幅的话 我们就要查这个芯片 它的第二角有没有输入一个 比-5幅高的这个负电压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芯片坏的 没有的话 我们就往前面查 那么我们把板翻过来的话 它中间这个角是输入 我们可以看它这个中间角 通过这个电阻 那么它这个电阻 我看一下 这是多大的 好像是几K的 3.9K 如果用这么大一个电阻的话 我就不知道是它自己换了 还是怎么了 如果用这么大个电阻 限流的话 那么它5幅的功率非常小 这个-5幅 我们测一下是不是3.9K 那么通过这个电阻 然后加到这里 然后加到这三级管这里 那么大家看 这里有三个三级管 我最后又看了一下这些电路 然后发现什么呢 发现它这个电路 受这一点控制 受这个红线 就这根红线 走过来这个线路 受它控制 那么我就怀疑它这个上面写出了 这个红色的并不是12幅 就是一个待机控制信号 就是从它这个设备的主板上面 输出过来的一个输出信号 可能是控制这个-5幅的输出信号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12幅输出的话 那么它这个线的话 它不会直接接到这些什么 三级管的这些小电阻里面去 那么它要接的话 就直接接到某一个二级管上面 而且这个电路呢 我们看了一下 它只有两个二级管 这个二级管是负责-5幅输出 这个是负责-6幅输出 那么就说明没有其他的二级管 说明这个-12幅肯定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就往下看 就发现这个什么呢 发现这个 这个脚应该是一个控制脚 而且我们看这个线路的话 这个线路用的比较细 如果是12幅输出的话 它这个线路不会用这么细 它这个功率会比较大的 你看这个脚 刚才说的是 12幅之后是负责-6幅 我们看这个负责-6幅的铜皮轴 这个铜皮就出多了 是不是 这么粗的铜皮 大概有一两个毫米宽的 那么这个负责-12幅肯定就不是负责-12幅 那么我怀疑它就是一个 控制这个5幅输出的 那么我们肯定这个输入脚的话 就没有这个输入电压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控制电源输出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高电位一种是低电位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我们就测量一下这个控制线 现在不控制的时候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如果是低电位的话 那么我们就给它一个高电位的信号 如果是高电位的信号 我们就给它一个低电位的信号 那么我们现在通电测试 好我们现在已经通通电了 首先我们来测量一下看 它说的第几个是低 这个第4和第5是低 1 2 3 4 第4和第5是低 我们首先测一下这个6幅有没有 6幅就从这个2D管这里输出 我们打到直6达 7点多幅正常 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个芯片 它这个输入脚有没有负电压输入 负0.2幅的肯定不正常 那么输出脚肯定是没有负5幅的 那么这个脚肯定是没有负5幅输出的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个红线 我说的这个控制线 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0.001 那就是低电位 那么我们现在就想一个办法 就找一个几K的电阻 把这个6幅这个电压直接 用过这个电阻连到这个红色线上面 再试一下这个负5幅有没有输出 好现在我已经找了一个3K的电阻 把这个红线和这个正6幅短节起来了 我们可以再试一下看 我们再充电 我们测量一下 我们首先测量一下这个红线 这里是不是高电位了 红线这位是4.3幅了 是4.3幅了 红线这位是4.3幅 那么是高电位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负5幅有没有输出 负5.5幅 正常的有输出 我们再可以测一下这个三单纹压 这个7905系列的 我们测它中间这个角输入 输入是负22幅 输出是负5.5幅 这里有输出了 那就证明这个电阻板是没有损坏 可能是它这个摘板维修 不知道它在家里修是怎么修的 是可能是它把这个板单独来维修的话 没有这个开机信号的话 那么就没有输出 或者说是它这个主板有问题 没有输出这个开机信号 这个就它没有寄过来 我就没法给它检修了 好 那么这个电阻板的 这一个检修流程 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 来给大家用试播器 看一下这些地方的一些波形 因为大家都对这个试播器 比较感兴趣 就拍这么一个视频 好 那么这个电阻板也就是说没有损坏 好那么这些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